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不上厕所 好痛吗 对不起 好 如果不上厕所 如果不上厕所 好 每次从幼儿园回家 明依就会像一阵风一样冲进卫生间 嘴里面还会大喊说 我憋不住了憋不住了 妈妈不明白 为什么明依不早点去厕所 明依说我太忙了顾不上 今天幼儿园带领了大家小朋友去参观科技馆 早餐时 明依就开始兴奋的解说各种有关太空的知识 然后爸爸催促着明依 快点吃 否则你就赶不上去科技馆的校车了 看起来科技馆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很像地球一样 地球吗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地球 明依吃 就很像那个地球 倒着那个 很像那个学校 地球很像学校 你看那个猫咪在吃到叫叫 那个猫在吃他的袜子 明依说 妈妈说明依 出门坐车前记得上厕所啊 妈妈是不是也常常这样跟你说 要出门前要上厕所 妈妈在厨房特别这样叮咛 但是今天来不及啦 明依要把最后一口牛奶倒进嘴里之后 就飞快的跑出门 搭上了校车 她还回头跟妈妈说 拜拜 然后还一颗爱心 好 然后就变成了 校车很快就开到了科技馆 科技馆好大哦 这很像地球吧你看 对它很像地球 同学们排队进入了像大星球一样的科技馆 好酷哦 然后展厅里的智能机器人正在表演 明依看着目不转睛的 目不转睛就是眼睛都不想要移开视线 想要盯着那个智能机器人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哇好厉害哦 她还会唱歌跳舞耶 这个时候明依想要小便 怎么办小便就是想要VV 她想尿尿了 但是她舍不得离开 因为这里太好玩了 结果她就对着自己说 哎再憋一会儿好了 再憋一下下 等一下就好了 然后机器人表演结束之后呢 哎糟糕 我们这会议十分钟内要结束 不然的话她会把我关掉 那怎么办好快点 机器人表演刚结束 参观模拟太空船的活动又开始了 明依可不想错过这个表演 所以她赶紧排到队伍的里面 啊怎么办好想上厕所 明依左扭扭 又扭扭 小肚子胀胀的 真的很不舒服 快快快 快到自己了 再哪一忍 再忍一忍 然后明依就紧紧抓住 握紧她的小拳头给自己鼓励 加油加油再憋一下 哈哈登上太空船的感觉真好 明依模仿着宇航员叔叔 朝下面挥挥手致意 哈喽耶我们登船了 哎呀哎呀她穿上太空衣之后 又觉得怎么办 有点憋不住了 但我绝对不能从飞船上下来 然后明依就偷偷夹紧着双腿夹紧紧的 然后她换上了太空服之后 戴上了宇航帽 然后坐进了太空舱 哦 这个好酷哦 小朋友们 我们的太空舱马上就要升入太空咯 你看这里 你们准备好了没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卫星 传讯号回地球的卫星 然后领航员叔叔提醒大家 要扣上安全帽 佑星你一直影响我 你看有地球 对是地球 因为她看过这本 所以她一直在分析 领航员叔叔提醒大家要扣上安全帽 然后太空舱要启动咯 在星空中穿梭 小朋友都发出了一声声的惊叹 哇超美的 你看我们今天要来学八大行星 看这边 仔细看最靠近的 我们最大的这个 我先讲一下 这一全部八大行星是太阳系 太阳系最大的那一颗就是太阳了 再来就会看到我们居住的地球 地球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月球 那至于他们的顺序呢 是按照靠近太阳的距离 越近的人就越先排第一名 所以我们第一名是水星 再来水星再来就是金星 然后金星完再来就是 水星在哪 水星在这里啊 小小一颗蓝色的 在最左边 最靠近太阳的地方 然后再来是金星 金星 金星对 金星完再来是地球 最漂亮最颜色的就是我们的地球 一二三 它是第三名 有颜色的 对然后第四名就是火星 火星完再来是木星 木星完再来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圈圈的土星 最后再来是天王星跟海王星 这是我们现在的八大行星 然后你看土星 为什么它外面有那个一环 你知道为什么它有一个游泳圈吗 像我们游泳穿的游泳圈 因为你看旁边是不是有一个流星 流星在靠近土星的时候 会有一个黑洞 然后把人吸进去 那个是洛西反应 因为它的本身的引力跟它外环的引力 互相挤压 就把那个星球给爆炸了 爆炸之后它的屑屑就会残留在那个圈圈上面 所以那个圈圈是很多小碎片聚集在一起的哦 然后那个外太空就会吸进去了 很可怕的 如果太靠近就会被吸进去 所以是洛西反应 好 这个有点难 然后就跳过 好 可是明依的脸这个时候憋得红红的 有点心不在焉 然后允航员叔叔就说 小朋友你还好吗 叔叔很担心他 然后这时候明依紧紧挖住肚子 抓住肚子 捂着肚子说 再忍一忍再忍一忍 他咬着牙咪着嘴 坚持着 可是他脑袋一直想着他的厕所 好 小朋友们做文咯 我们的太空船马上就要离开太阳系了 哇 好期待哦 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去地球 一定要去地球 那回家 对 大家既兴奋又紧张 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外面飞闪而过的星球 惊讶到何不容嘴 可是这个时候明依抖大 头上抖大的汗珠一直往下掉 怎么办 真的要变不住了 明依快要急哭了 你看尿尿有多重要 哈哈哈哈 结果精彩的太空之旅结束之后 当太空船稳稳的降落时 明依哇哇的哭了起来 哇 他怎么了 喔喔 他已经尿了 对 他没有裤子了 林航员叔叔跟小朋友很担心他围过来看 但是大家其实没有看到他怎么了 只有林航员叔叔发现了 原来明依的座位下撕了一大片 这个时候林航员叔叔什么都没有说 赶快脱下外套给明依披上 继续跟其他的小朋友讲这些东西 他们说 不仅仅地球上有水 别的行星也有水的存在喔 所以大家都没有发现他尿裤子了 明依低着头悄悄的走出太空船 他看着自己的湿湿的屁股 感觉特别难过 然后每个小朋友都说 今天真的好好玩喔 我下次还要再来 可是明依心里想的都是他湿湿的屁股 回到家之后啊 妈妈一看到明依的表情 和湿漉漉的裤子 明白明依今天又太忙了 唉 然后明依就去洗澡了 他心里想的是 怎么办 我把太空船其中一个椅子给尿湿了 唉 这时候爸爸又走过来问明依说 你今天坐太空船刺激吗 明依红着脸说 嗯很刺激 然后爸爸又问说 看到火星了吗 然后明依就很不好意思的说 我我太忙了啦 我没有顾得上看 唉 所以呢 下次一定要记得 不管做什么事情 如果有看到厕所 就要先去上厕所 出来混尿裤子 知道吗 今天教的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我下次可能可以教简单一点 讲简单一点的 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偏 可能幼稚园大凡 K2 K1 K3 才会学的 嗯 好 今天就讲完咯 不好意思 刚刚中间突发状况 那个网路有点不稳定 对 没关系了 很好听了 谢谢你 他已经 他流巨秀 Bella come say thank you 啊 OK Bella say thank you Bye bye You see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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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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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 say thank you Bella s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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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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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